这里是灯下画家常第四集 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灯下画家常 虽然是闲画家常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聊天 对事态人情 人间百态有个了解 最关键的是什么 闲聊不闲 我们所讲的 都是关于人间极雄祸福 善恶是非 没仇至于的标准 这是最要命的 我们谈的是这个 非常可惜 我跟大家说的是心里话 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听过这样的节目 没有遇到过师父老人家 不知道啊 断了几代 如果我小时候是听这个长大的 我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相信大众也不是这个样子 人人都需要听 我记得在马来西亚 师父老人家去访问 应首相的邀请 奖金 奖金之余 到这个首相府 到家里边 去做客 首相夫人呢 就是闲话家常 跟师父老人家谈谈 谈到一半 这夫人说 老法师啊 你老人家说这个太好了 你不能光跟我一个人说呀 这样好不好 我们申请一下 国家电视台 能不能对你老人家有一个采访 你老人家把跟我说的话 在电视上讲一讲 让我们全国人民都听听 你看 啊 首相夫人 这第一夫人用西方的话讲 你看 她就想到了 劳无劳以及人之劳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爱天下人 这么好东西 不行啊 她在那好像正着急 师父录了 在国家电视台两次录节目 给全马来的人讲 大家听了 太欢喜了 人类的瑰宝啊 她老人家 开口讲话了 大家都受教育了 所以我们就学师父老人家 闲话家常 我们这里边有讲课的 有正规课程 群书制药研究员班的课程 我们还有登下话家常 把这些家常里短 你们在外边出差也好 所见所闻把它收集起来 大家一块来聊天 全世界一块来聊天 大家在一起 停电了 没时间看电视了 说说这个 听听这个 真好 我看过一篇文章 他那个文章的标题叫 停电之夜 他说他们那个城市 有一天突然停电了 小县城停电了 没电视看了 也没网络了 大家就都从家里出来了 就是夏天都出来乘凉了 人跟人开始说话了 对呀 人跟人开始说话 很奇怪 对呀 开始说说话了 对门不认识 这没什么好屋里闷着的 出来说话了 这说话 大家感觉很好 这小区里的人 变得很亲切 第二天又停电 还是看不了电视 连着停了三天 最后 小区的人们 比原来亲切太多了 见面大家都打招呼了 人们好像也有点热乎气 有点那个人间烟火的感觉了 这个女大学生就感慨 写了一篇文章 感情啊 停电挺好 是吧 由此我们就知道 古人不傻 古代没有电 现在人总骂 你看我们的老祖宗 多愚昧落后啊 现在不愚昧 人跟人之间 见着面 那真的跟仇人差不多 谁不搭理谁 你跟他问个好 他吓一跳 你说他是不是精神病 这是 都变成这样了 而且 难过在哪里呢 现在的孩子 把这个当成成长 他没见过正常的 他把这个当正常 你说将来 这社会得多可怕 所以 这个大学生就讲 停电了 连锁的就是 没电视了 没网络了 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大家好像正常了 这虽然是一次偶然的事件 但是对人的教育很大 我们翻开古书 看古画 古代人的生活 好啊 所以我们今天常讲进步 真的进步吗 就你们现在所讲的 这个人间百态 真的 那叫进步吗 你好意思说 这叫进步吗 不是进步 进步 它的目的 我觉得最终是一个 人要有幸福感觉 人要幸福 对吧 电冰箱 彩电 音响 电脑 有一切 应有尽有了 他不幸福 这是不是进步 你说 这是不是进步 家家一辆车了 这屋 谁不敢出去了 雾霾 尾气 这是堵车 人人焦躁不安 痛苦 无比 你说这叫进步 古人 坐着牛车 骑着马 你看他写的诗 做的词 写的字 画的画 他太幸福了 那种幸福 我们就看着流口水 不知道什么感觉 所以我在采访师父的时候 我就问过这个问题 师父 您总说现在人过的不是人的日子了 我就很想知道 那人的日子该是什么样 你就看古画 看古代人写的文章 唐宋霸大家 小事谈记 是不是 这个桃花远记 哎呀 千古传送 为什么人人都向往 都喜欢呢 这叫进步 谁反对 政治家 哲学家 科学家 所有的各类学家 谁能反对 这句话 人心幸福 所以大家看不懂论语 专家学者也讲错了 颜回 父子 大弟子 单时飘饮 聚楼下 大家都以为苦 灰不改其乐 他快乐 那你说 是他 那种状态重要 还是说你给他奔驰宝马 让他在那天天愁眉苦脸 要死要活 要自杀 要好 你说到底哪个好 好的标准不就是评价 进步 还是倒退吗 所以中国古人告诉我们 哎 要中庸 没有不行 过分不行 现在我们是过分到几天 所以你这次回家 所见所闻的 处处你都可以看到 我想这不是你故意的 说这人心态不好 专挑那个不好的说 不是 那你挑个好的 跟我说说也行 这不就家常理短 不就这些事吗 吃饭穿衣 说话 在一块见面 不就这个吗 还有什么 腐蚀皆是 没有一个不过分 对吧 这就叫什么呢 违背了富贵不能银 那个银就是过分 银是过分的意思 太过分了 有钱没钱的 不管是不是富贵 通通都过分 那你都没在那吗 老师 现在人确实都不幸福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家家的子女 不懂得去孝顺父母 老爷爷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 女儿在这个美国 可能两年三年 常常常回家一次 老爷就在家等着女儿 从早上等到晚上 在家足足等了一天 结果女儿晚上了 就匆匆忙忙回来 跟爸爸见个面 这爸爸就问 说你白天一天干嘛去了 我等你一天 你不是答应我说 你要回来吗 这个女儿就讲 我带着我儿子 跟我儿子去逛公园去了 这个女儿年岁不小了吧 不小啊 而且是有学问的 在这个美国是工程师啊 她自己的儿子 都是大学教授啊 但是你想啊 她连她自己的爸爸 需要的是什么 她都不知道 她是不是也有孙子了 有啊 她印象中 就她脑子里面的孝顺就是 我一年给个几千块钱 给我爸爸就可以了 要么就是我爸爸跟我说了 她什么都不需要 我跟你讲 你有机会 要跟这些街坊四邻的 跟这样的邻居讲 你说什么呢 再高的学问 再高的身份 再有钱 你如果不懂得尽孝啊 孝敬老人 你不懂啊 你的家道会衰败 表现是什么呢 你的子孙将来会虐待你 那何以见得呢 你看你现在这么对 老父亲 老爷爷八十多了 对啊 好 你的儿子孙子都在边上看着 先陪孙子 先陪儿子 最后拿出几分钟来 再陪这个最老的 那行 将来到你老了 你儿子 你孙子也学你 你教的 你身教吗 中欲言教 他们也这么做 你将来 也会尝到老父亲的滋味 你会看到 不孝顺的子孙 怎么虐待你 这就是你在这个时候教的 你告诉给他这个道理 没有比孝 最重要的 我听有一个老爷爷讲这句话 什么叫幸福啊 不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我们一块团团圆圆的 这个快快乐乐的 心情舒畅的 吃顿饭嘛 你说话你说 你能说这不是真理吗 古往今来 哪一个老人说 什么叫幸福啊 不就是你把奔驰车开回家了 不就是咱们家住上大豪宅吗 有人说过这话吗 一份没有 话就说回来 这些老人 你真的给他这个之后 他最后还会说一句话 你真的给他 好车好房子 大别墅 他最后还是会说一句话 说什么 什么叫幸福 守着空房子 最后一句话 什么叫幸福 不就是一家人 在一块吃顿饭吗 你看 我讲这话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 真的要给天下人 好好看看 错了 他不要你这个 你老给他钱 他 我听有那个妈妈讲 你这钱别给我 你打张火车票 回来看看好不好 我要的是 你看 你跟妈妈拉拉手 给爸爸做顿饭 是不是 爸爸就喜欢吃这花生米 你给他带回来 是不是 妈妈喜欢吃那老玉米 你给他买点 你看着他吃 你陪着他吃 不就这个吗 他还要什么 你给他弄那么多 什么名车 大房子的 他最后 他还是要这个 他住在里边也是要这个 对不对 人要把这个想明白了 你的儿孙 从国外回来的 大学毕业 专家教授 看着爷爷 面无表情 你说他住在别墅里 坐在那好车里 他什么心情 听懂了吧 就这么回事 别再傻了 年轻人 绝对不能走那条路 老人要的 不是这个东西 你还不要太老 只要你做父母了 你要的都一定是这个 你说我父母就要钱 他要钱 要完钱的 再糊涂人 最后他也需要这个 那钱能吃吗 对不对 人都有人性 他最后要的还是这个 他给你做一顿饭 他再辛苦 那爸爸妈妈 那老妈妈多辛苦 大夏天的 满头大汗 给你做完了饭菜 看着你狼腿虎咽的吃下去 他别提多幸福了 对吧 他忙活半天 看着你在那 跟吃药似的 难受 看着你在外边 打麻将去了 根本就看都不看 他太难过了 对吧 这叫人话 现在没人说这个了 好不容易从美国回来了 你这家四代同堂 你说这个 当女儿的 你带着儿子 带着孙子 肯定要先伺候老爸爸 这是咱们家的祖 祖父 曾祖父 教这个 这一家人 你说其乐融融 不过话说回来 有机会也要跟这个老爷爷讲 小的时候对女儿教育 疏忽了 四代 师父讲的一点不错 四代 这四世同堂 你看看 怎么样 同堂不乐 对吧 这你亲眼看到了 是 这饭桌上 老爷爷 追着女儿 追着孙子 给他讲 你们学传统文化吧 那女儿跟孙子 就研究哪根菜好吃 这个新鲜 那个不新鲜的 就研究这些 我告诉你 四种校第二种 最重要 养父母之心 你让他心情高兴了 学这个 好 我们一定学 马上就得答应 你说你的我弄我呢 你是他心里多难过 肯定最后一句话 你们下回别回来 我看着你又心烦 对吧 大不孝 三十岁现在讲代沟 代沟成了合理的 这是西方人 在我们中国犯的最大的罪过 尤其是那些助纣为虐的 帮着西方 这些观念在说话 那些专家学者 他们的罪太重了 为什么呢 多少年来 从我们那代起 就有这个观念 就有人在教这个 代沟是正常的 胡说八道 你一讲代沟是正常的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父母说的话 你可以不听 为什么 我们有代沟吗 父母说的话 落伍的 专家说了 有代沟是正常的 那应该怎么样 你听不懂的 包括父母有自己的喜好 有自己的看法的 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顺从着 亲所好立位聚 对不对 爸妈妈喜欢这个 喜欢这个就顺着它 这里边有不好的 在顺着的过程中 慢慢的改变 这才对了 你不能说 该干嘛干嘛去 就这么说 跟牲口一样 你那都是落伍的 都这样 代沟吗 代沟就是教人不孝 父母 长辈所说的 你可以不听 为什么呢 他那是错的 从古以来 中国没有这个名词 为什么呢 理解要孝 不理解也得孝 理解要顺 不顺 不顺 还得受重罚重刑 家法呀 为什么呢 逼着你 必须当孝子 否则的话 下一代就完蛋了 就这个老臣家 老王家 就败在你手里了 很好懂啊 所以说 我们把这些东西 看明白了 你就知道 中国为什么代代 出圣人 出贤人 出君子 出豪杰 出名臣 出烈士 女子 男子 男女老少都好 哪来的 家教 老师 我刚才跟您汇报的 还是城市里面 在东北这个农村 更可怕 农村 很可怕 就是新结婚的 这个小媳妇 结婚之后 不早工作 不上班 在家打麻将 特别是在东北 冬天 很普遍 你在外面一走一过 就能听到麻将声 都在家打麻将 而且这小媳妇 那真是她是婆婆 训刺她的婆婆 我就听到了 你不吃饭 你不找说 你还让我给你做饭 就这样训刺 是你这次听到的 我亲自听到的 我当时就目瞪口袋 看着她 那婆婆好像 也跟没听到一样 就转身就走了 也没有办法 就这样老人媳妇 大家有机会 可以看一看老的电影 电视剧 我印象很深 我为什么说 不要太古代 民国的时候都可以 抗战 有一部小说 四世同堂 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 看过这个电视剧 我很喜欢看 那里的插曲也好听 小财武 他老人家唱 那里边啊 那里边啊 让我们领略到中国大家庭的风范 那里边 那里边 最重要的 有一个家长 那爷爷 那个爷爷 很少说话 说出来的话 这一家人 没有敢不听 现在这样的 老爷爷 没了 都死光了 我们的灾难就来了 没有往下传 为什么呢 第一次毁灭性的 是五四 我们看史料 关于五四的这个史料 我这里很多 你看 在1919年的时候 说话一百年前了 那会儿的学生 受了西方的冲击 要德先生 赛先生 民主科学 讲这个了 好 都学这个了 回家之后 那个史料上 我看着记载 我也目瞪口呆 一百年前的大学生 回家跟父母说什么 我们从今天起 不再是父子关系了 那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 感情 其来有自 现在这个儿女跟父母 称兄道弟 叫朋友关系 感情一百年前就这样了 对了 我一看史料 真的 那个时候就这样 以西化为荣耀 自由恋爱 就从那会儿起 打倒 媒妁之言 父母之兵 打倒这个了 一切全部都改了 真是几千年 未有之巨变 真的 你说历朝历代 那么多农民起义 王朝更替 改朝换代 有时候还要死很多人 都不算巨变 这个算巨变 你说没死什么人 把中华民族的精神 价值观 颠覆 这个是最要命的 人不像中国人 都是西方人 他们的观念 文化之民 这个太厉害了 把我们的观念 给换成西方的 文化之民最可怕的 所以说那会儿 他就这样 那老人 不好意思开口了 为什么 我们落伍了吗 你们都是先进的了吗 所以一代一代一代 往下 老人们都走了 那最后换下来的 都是这些 小的时候 受这种教育的 他们最后当老爷爷了 全都西方 我们中华民族的关联 就被淘汰掉 在这些电影 电视剧里 偶尔还能看到一些 蛛丝马迹 但是我们现在看 已经很陌生了 怎么家里边 还这样呢 所以说 人不能不读古书 不能不看这些东西 你才知道 我们中华民族 从何处来 你从哪来的 不是从西方来的 那不叫中华民族 那叫背叛 你自己的民族 所以说 家里边要有 这么一个老长辈 就跟《红楼梦》里的 家母一样 那还留得 往那一坐 所以过去 中国统治社会 很大程度上 不是靠政府官员 是靠 宗族制里边的家长 大家长 宗族制 你比如说 我姓陈 我们老陈见 多少号人 两百三百 五百号人 大家族 都住一块 这个家族里有个大组长 大组长 下面还有一些 上年长的 他们就像是一个 委员会一样 掌管着 这个城市家族 因为都是 有血脉关系的 有血脉关系 所以保证这个家族 这个大家 不出问题 所以他们都是 德高望重 遇到家里 有这些问题 那真的 他们会出来 主持公道 在祠堂 我们有一部书 叫中国的家法族规 大家可以看看 中国尤其是 南方 这些族谱 还保留着很多 你可以从里边能看出来 中国的大家族 是靠什么 来维系几百人 生活在一起 而不乱 保持和睦 世界上 独此一家 别无分好 只有我们中国人 所以 大家长 将来要恢复 也就是说 我们这些长辈 要学 你就是家里的老爷爷 老奶奶 把这家 换好了 你的观念 一定是 孝提中心 离一连迟 中华民族的这些 老规矩 要恢复 不恢复 民族 不可能复兴 老师 我这次回老家 还看到了 我以前的朋友 我发现 现在年轻人 都很空虚 除了 比吃 比穿 然后拿个手机 天天什么 刷微信 这些 没有其他的了 你说到这个空虚 是现在社会 最大的弊端 我们前不久 到监狱刚采访完 监狱里的犯人就讲 我们现在就是空虚 你就问这些 进来的犯人 通通都是空虚无聊 他讲了一句话 我听了很受震动 他说 空虚的人 没有不胡思乱想 干坏事 哦 我就明白了 感情这些 为非作歹的人 根本在这儿啊 电视的节目 网络里边的内容 空虚不空虚 无聊吧 你去看 全是 我真是说 太需要管了 什么这个人屁股太胖了 这个人脖子太粗了 净说这些没用的 这叫 在我们那个年代 这就属于什么呢 你是不是忒闲的 周围人都说这话 你怎么还说这些呢 现在正儿八经都上媒体了 全是这些用不着的 空虚无聊 一个民族 举国这么多人 都处在这种空虚无聊 净说这些 甚至有时候说一些下流 你看那个网络 那个报纸 什么这个美女的腿多长了 什么这个 我看了之后 我说这不都是流氓说 监狱里流氓不就说这个吗 怎么现在还登到网上了 登到媒体上 报纸打开都是这个 娱乐节目都是这样 娱乐节目 那国家为什么让他播呢 我不说把他们都捆起来 抓到监狱里去吧 那咱至少不让他播 不要毒害青少年 说的都是什么话 动不动脱光了 再一个地方 所谓人体彩绘 你想干什么 你适合居心 我们大家都是这么大人 这点事看不明白 你想干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 你不把年轻人都给教坏了吗 你是卖车是卖肉 你看那叫车模是吧 光着屁股躺在那 就干什么呢 都男女老少在那围着在那照相 现在洗车的东西有模特 穿着比基尼 就是路边的洗车房 洗车房 然后他就是给你洗个车 也没有 就是洗车 也拖的不能再拖了 对 是 而且他们这种服务 是专门针对VIP客户的 就是有钱人 说有的车主啊 自从洗车房有这样的业务之后 他们一天洗两次车 我觉得洗不了多久了 为什么呢 我记得最近有个新闻 我很赞叹 有一种啊 展览 专门展览这些 这个男女色情的这些东西 下流的这种东西 所谓叫性博览会 走到几个城市 都被人拿那个臭鸡蛋给砸下去了 好 你说为什么呢 人性本善 在我们那个年代 七八十年代 我想有些人还有印象 穿鸡腿裤 你们不知道啊 这些裤子很窄 就那裤子是包着身子 不可以 有那个在街上巡逻的 手里拿着剪子 抓着它之后 把那裤子给它剪了 那个时候我七岁 1976年 我记得太清楚了 你说它对不对呢 对 为什么呢 你看中国古书 防害风化 这是罪 你穿着暴露 国有国法呀 这个地方不是讲自由的地方 你错了 你自由了 那别人受害 你负负责任 不负责任 那国法干什么用呢 那我就得要这自由 可以 关起门来 在自己家里自由 你不是想喜欢胡说八道吗 冲着墙 在家里 出门不行 穿着暴露 在家里 行 说咱们全家不要脸了 那没人管 出门 你试试 没人管你了 所以我们这个年代 现在很多人还向往啊 回味 怀旧 为什么呢 有人维护 你说它是封建落后的吗 现在不封建不落后 但还叫人嘛 所以说 灾难不是没有原因的 人心感召的 老师 我这个同学就给我讲 现在年轻人很不像话 女的看男的有钱 男的看连女的长得挺漂亮的 认识不几天 两个人就同居 同居之后 说话都是妈妈 就说话死妈的 就不骂妈 不说话 然后没事 这女的 三男的就三嘴巴的 然后这男的再打 女的打回来 两个人就天天这样 互相扇嘴巴的 对啊 互相打 就这么在一起过日子 或者这日子怎么过呀 他就过呗 就这样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现在的年轻人没福啊 你看他们持穿着用都很好 将来 现在你就看到了 你不要等到将来 现在有几个年轻人 说很幸福的 我见过一个 原来 哦 天天是胡吃还喝 没到一个月 我又见到他了 这儿有个大伤疤 风筝了 哎呦 我说你怎么弄呢 哎呦 前天晚上喝酒 喝醉不故隆 邦当 那大口子 我说你呀 好好学佛 学传统文化吧 他能告诉你 你这个伤疤是怎么来的 哎 我们老家话 做货 造业 哎 那你要问他们现在年轻人怎么变成这样 你看看他们最喜欢什么 喜欢看电视 上网络 那里边都演什么呢 我是不看 我是听说呀 哎 所谓天下有奇闻 哎 一块来共赏 奇闻共赏 有一个电视剧叫 我的野蛮女友 哎 那女的那不就是跟个母老虎似的吗 啊 劈着啪啪把男朋友打一顿 哎 那男的还觉得挺好 还觉得挺舒服 啊 有个性 啊 挺觉得挺舒服 哎 你越 你越打我 我 我越这个 爱你 那不是见骨头吗 啊 那不是下见吗 你回家 你你要真的是过去 你敢跟父母说 那父母再给你两巴掌 啊 你丢人给我丢的这程度 是不是 这都是外边人教的 所以说现在日本韩国 整个东南亚都被喜欢了 尤其是年轻人 哎 全部是平等 你打我两巴掌 我再给你两巴掌 哎 那父母一推门一看 这小两口正在那护扇耳光 还有父子护扇耳光 对啊 爸爸跟小孩两人互相 对对 上耳光 你你这就知道 你说他不离婚才怪呢 对不对 今天的人们都从电影电视剧里 哎 那真叫学个贴啊 真学的是真相啊 他没有好东西让他学 证人君子 像你们这个做义工的 人家看了之后 我估计你们要去跟人家吃饭的 你们说点这个正经话 哎 这个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话 那人家得郁闷死 是不是 哎 你在那个饭桌上人家说 一听你们这么说话 大家都不说话 最后走了之后 不好玩 下次吃饭不许叫他们啊 哎 刺激的 暴力色情 是吧 奇奇怪怪的 怎么赚钱 怎么享乐 哎 大家说这个 你们说正经话 不能够在世间立足 所以有人担心你们是正确的 你们将来怎么办呢 要问到我 我不担心 我会告诉他 将来 人心呢 会恢复成长 所以在和谐拯救危机 八年前了 那录这节目 我曾经请教过师父这个问题 我说这种乌烟瘴气的情况 是不是不会太久了 师父 不会太久了 为什么呢 人承受不了 他自己受不了了 哎 一看到好路 都走这条路 你快拉倒 别跟我说那 哎 人人都学好了 将来会有这么一个机缘 人吃够了苦头 师父在节目里讲 哎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时候 哎 他才想起来 哦 我们老祖宗 有好东西 我看过这个 网站这个节目 我看过 他才回头 师父说 人类一定会走到那天 但是 太悲惨了 何必呢 叫天天不应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后悔默契了 人一定会走到这条路上 啊 为什么不从现在就改 啊 你这个回家一趟啊 不白回啊 哎 你们这些做义工的 能够观察生活 啊 了解社会 将来就会讲课 啊 知道现在人的病因 看到了病症 将来你才能够开出药房来 哎 针对他们的这个痛苦 他一听 他就解救 他就得救 最好的解救的方法 就是看圣贤教育这套光盘 哎 师父一再说 潮州谢总那个方法 能救全世界 所有这些乱象 啊 你看最近又有公共汽车 是吧 又招大火 是 山东 山东是吧 对 哎 你说这种事情 我们听着都心惊胆战 昨天又是在广东 街上有砍人的 广州 啊 拿刀砍人 对 伤了八个人 进门见人就砍 现在人都扭曲了 一定让大家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的方法 多看我们这些节目 多听师父老人家讲经 啊 我们登下画家场 哎 愿意跟千家万户一起 我们来 哎 聊一聊